食課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呀 好了 又來吃東西了 吃什麼 今天這個我覺得你會喜歡的 好 吃一點點 扮代表 先是舊東西你都會喜歡的 新東西我是期待你會喜歡的 好 看看舊東西是什麼 好 舊東西 嘩 超刺的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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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好久 是呀 是呀 現在在拌緊 慢慢拌緊 現在等它拌出來 好 來來來 好 來來來 濕的 是 冷的 是呀 我就是想讓你感覺那個 濕的啊 鹹啊 雪糕啊 今天試的是 雲呢懶味雪糕 因為如果我這樣給你那些 你可能猜牛奶啊 或者其他東西 猜你猜你猜那麼多 我就是想讓你感覺到一個冷的感覺 我們要吃Body才行 不可能吃肉的 現在才是第一顆 慢慢我就會用羹去大塊一點 嘩 但這個很飽不行 這個不行 什麼不行 什麼不行 沒有牙齒的心白 很冰 哦 質地是嗎 因為剛才我刺下去的時候 好像雪雪的 有什麼雪呢 雪冰的 是不是因為以前菇媽士多 我們會吃的那些 就是放在角落頭很久 雪到那些叫滲了 是嗎 我有時候買些雪糕我會這樣 吃到滲了很多時候 因為它不應該這樣 它應該不應該這樣 即使方式是因為溶了 它出了水 是吧 出了水 再雪中它 就是出水 雪糕 沒理由它應該混在一起 不是冰還冰 不是 香港爺 這個是日本創辦人的一個香港牌子 香港人 它是日本人 它是用 因為它 它不是手座 它不是手座 都是在超級市場買到的 這次是那些便宜酒店 有些手座的 是嗎 因為冰都大了 還是那些便宜酒店 便宜步飛 最後吃的那些炸雪糕 但它也不是便宜的 不是特別便宜 因為不是那些 不是我說 剛才你刺下去 是雪糕質地 是冰冰的 是冰冰的 還是雪糕風格 但它又不是 它是雪糕 它是雪糕 不是雪糕 那就奇怪 應該屬於不好 因為雪糕應該不好 沒有吸冰 它是像雪糕 不是雪糕軟綿綿的感覺 我又不是雪糕專家 雪糕專家 雪糕專家 我不是雪糕專家 我不是雪糕專家 雲尼拉味也是普普通通的 不是很特別 新的口味 好man的 今天的新貨是 威士忌味雪糕 威士忌味 同一個品牌 都是日本創辦人的香港品牌 這麼厲害 如果要酒味 以前就冰酒 提子冰酒 或者那個baby 咖啡酒 不行 這個也是冰 所以這個品牌是雪糕的質感 雪糕 我先嘗嘗 聞下去有沒有酒味 一點點不多 是不是很威士忌 威士忌 威士忌 真的有威士忌 對 真的有威士忌 但什麼威士忌 他沒有說 只是說有威士忌 這個威士忌 是普通便宜威士忌 即是黑波爐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威士忌 加這個梳打 就是黑波爐 所以這個味道是屬於那種便宜的 便宜的 普通酒吧 會喝的 對 不過現在常常說威士忌 不值得喝 那些葛葛瓶 香港都賣一二三八元一瓶 其實那邊賣七八十元 即是港幣 一粒一粒一粒賣 有時候去小店 哇 整個一粒的膠瓶 巨型 我試過買個五粒 哇 那些叫業務用 即是這麼大瓶 放在餐廳用的 餐廳 酒吧 那些 好像送水輝會送的 是呀 送水輝那瓶 我見過 那些酒以外的 都是這麼大瓶 那些是沙律醬 我見過 業務用 那些沙律醬也很厲害 枝莊很大 是呀 那時候我見過 有一個 因為我去那些 餐廳裏面 是香港的 是香港的 那些 山邊的茶餐廳 我見過有一瓶這樣的醬 哇 我這麼厲害 可以幫我買 很棒 很棒 不過這個 很冰 它的質地是這樣 不是很獨特的 威士忌 威士忌 比如蘇格蘭 如果它獨特 它都會講得明白 因為我也喝威士忌 所以不太懂 但我也有喝到 知道不同的味道 它就肯定不會說 有泥梅味 就不是那些 花椒八角 對 花椒八角 也沒有了 也不是說 什麼Sherry Cass 有不同的甜味 沒有那些 它一喝一吃 就是日本 海波羅那種 唸價威士忌 是正確是那種味 不多不少 正確 這個感覺是沒有氣 否則就是海波羅雪糕 有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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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是喜歡的 而且如果它是日本師傅 然後用日本的這個就合理了 即威士忌 你別生氣它 沒錯 如果你說在英國 蘇格蘭做的 或在英國做的 我嫌它的味道太低級 但日本 如果我還原上海波羅的話 它正確是那種 好過它本身的 多多聲 不過我還是嫌它雪糕的質地 是略嫌冰快 這個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 我也要問一些 雪糕專家 或者甜餅做甜品的專家 是否正確 還是它特意做這些質地 還是厲害 還是我們所說 我們有時擺久了 才出現這樣 是不好的 或者手造也是這樣 那我就不說了 請假一下 如果有Facebook告訴我們 指點一下 否則味道來計 這樣進去的位置 100分 即是威士忌 是威士忌 黑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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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名字寫著 黑波羅 我會買一盒 送給好朋友 每天 那些真的是威風 它也有那種感覺 是比起你自己家的雪糕 再加威士忌 是好吃的 因為那時候 沒有那種汗的感覺 有時候你自己加進去 那個醬汗的 濃醬的 吃完有沒有有興趣的 因為有時 例如吃威士忌的朱古力 我都感覺到 因為真的有酒 這個不強烈 有少少少 但不強烈 可以接受 女生都可以 感受到有少少的威士忌的香味 而不覺得很噁心 比起酒朱古力更加平易近人 已經OK 酒朱古力有時候覺得太噁心 平易近人 好 這個 我覺得你可以試一下 好 待會我試一下 你這麼喜歡醉 沒醉過 沒醉過 現在就是吃這個朱古力醉了 不是 吃這個雪糕醉了 可以用這個雪糕 我把你灌上 如果是同一個品牌 雲尼拉雪糕的話 大約一杯大約一杯 好像飛機上面 125m 還是20m 120m 120m 28元 你覺得這個威士忌雪糕是多少錢 在哪裡做的 香港做 生產地在香港 120m 很小 但它用的東西是入杯 120m是我們以前小時候的蓮花杯 對 都沒有蓮花杯那麼高 可能是比較矮的 如果你說飛機那隻 都30元嗎 28元 飛機那隻比較便宜 飛機那隻比較便宜 很貴 平時我們吃的那些貴價 30-40元 其實如果一杯這麼小就差不多 差不多 嗯 它這個 28元 雲尼拉是28元 你覺得加了 34元 加了 32元 32元 它雪糕令我不覺得它 因為雪糕始終軟滑是我喜歡的 我也是 它那些冰是會減分的 因為越滑你就覺得越高級 總是覺得雪糕越滑 還有這個冰我就不喜歡吃台灣的沙冰 我覺得它粒粒好像很粗糙 很多人喜歡吃 對 那些綿綿冰 我也怕 除非那些沙冰 我不知道 日本那些就做到的 因為日本是磨得很小的 打得很小的 那些就不會咬口 又難咬 32元 32元 今天威士忌雪糕 不值得吃 一樣價值 不是啊 35元 剛才你猜34元是很貼近 但是你再減它 它就減了那個質感 如果它的質感是軟滑的話 我應該是38元 我都可以給到 但是如果它沒有的話 就真的不行了 因為始終Haiboru 都不是一隻貴價的飲品 你去居酒屋都是比較便宜的 你自己回家開 你剛才也說過 送手指揮都會送到一噸 那你自己攪就可以了 既然是這樣 就買一些便宜的威士忌 回來自己淋下去 Haiboru比啤酒便宜 在日本 如果是任不喝的 啤酒反而不包 Haiboru反而不包 因為Haiboru便宜 自己開 有很多冰 所以這個低價的飲品 如果用這樣的價錢 真是一般 不好意思 好喝 好吃 但是不值得 我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